今天市场全天高开高走 三大指数均涨超了2% 大小指数走势分化 微盘股指数涨超8% 全市场超过了千股是涨超了9% 总体上个股也是涨多跌少 全市场超过5100只个股是上涨的 沪深两市今天的成交额是9185亿 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87亿 在板块方面像飞行汽车 搜索概念还有存储芯片等板块也是涨幅居前 ST等少数板块是下跌的 截止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边 2.14%的涨幅暴在307 1.38 深层指2.48%的涨幅暴在938 1.77 创业板指2.11%的涨幅暴在1797.31 科省50是2.42%的涨幅暴在750.89 这个也是今天收盘之后的 整体的一个盘面的表现情况 那我们先请一辉老师来帮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的盘面如果您做复盘 您觉得我们重点应该去看哪些方向呢 好的感谢我们的详情 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高开高走性的行情 相信很多投资者都非常的高兴对吧 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总结是一个牛灾 牛市长出了骨灾的感觉 多数个股市以下跌为主 那么周二我们看到真正形成骨灾了 对不对啊千古跌梯 那么今天好像牛市又来了 市场就是这样风云不定的 那到底后期还怎么来看 其实还记得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过 尤其进入到4月15号 本周市场的波动幅度会加大 而且有可能会跌破3000点 那3000点这个危机有没有解除呢 我认为并没有解除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量呢 今天俩市加在一起 我们看到是9239亿 有没有放量没有放量 今天反而相比于昨天缩了287个亿 对不对 那么缩量代表的是什么 并没有大规模的资金 或者说是一个中长线的资金 进行一个什么进场的动作 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本质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分市结构图 其实有些变化 那么今天整体而言 我们看到上升指数这块走出一个高开高走性的一个行情 中小盘个股同样也走出一个高开高走性的行情 这里面直接反映到什么 微盘股票整个形成一个什么 大幅的上涨超过9%以上 那么好 我们看到这两天整个形成一个大幅的下跌 大幅的下跌 好像整个微盘股的春天来临了 到底来没来临 没有来临 为什么呢 其实在昨天晚间整个证监会回应是什么 事关微盘股票和小盘股票 这两天重挫的就是由于国九条的发布所带来了 很多人认为微盘股 中小市值股票是没有投的价值了 同时也不分红 业绩差的 有退市的风险 但是ST了 所以说整个微盘股票形成连续的一个重挫 那么我们目前要看微盘股票 其实我们在今天早上的直播里面重点强调什么 应该看一些业绩比较好的 这是其二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科技型的 其实今天的微盘股票 如果大家能够关注到的话 哪类涨幅榜拒钱 我们可以看一下 涨幅拒钱的 比如说第一只钱通心才 它属于什么 小金属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色类的 对吧 以及环保的 电气仪表的 文教休闲的 包括IT设备的 等等的 我们要看一下 大多数是在于什么 有色科技类的 是涨幅拒钱的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再看一下相对而言 涨幅比较弱的是什么 都是一些传统性行业 比如说我们看到仓储物流 对吧 广告包装 百货 还有什么批发业 包括综合 农业 纺织 机械 大部分都是一些落后产能也好 或者它并不是一些新制生产力 以科技为首的 这是目前市场 我们要知道一个本质 就是涨的都是一些什么 既优的小盘股票 和既优的一个微盘股票 这是一个占优的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什么 其实今天的微盘股票 我个人认为仍然属于什么 超跌品种 我再次强调一下超跌品种 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过 仔细关注一下 今天的微盘股票 从前期这个位置高点 连续下挫 也就是一月份 下跌了超过40% 好了再次反弹 有没有突破一月份的高点 并没有 对不对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再次下跌 它是什么 它是反弹到中间的部位 下跌的话再反弹 那么好 我们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春天来了 能不能突破这个高点 突破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我们要知道 最近两天的一个下跌 其实什么 有大量的一些油资品种也好 或者是散货也好 我们要知道 它们已经是出局了 对吧 已经是斩仓 隔肉出局 换到了中字头也好 或者是换到了其他品类也好 那么好 这一次的反弹 超跌反弹 一定要记住 能不能创新高 我认为并不能 我们可以持续的验证一下 这是第一个 今天的微盘股票 形成大部分的上涨 今天另外一点 我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 中字头 对吧 中字头我们看到 今天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达到3.39% 形成什么 量价其升的上涨 它已经突破了这个平台 那么好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整体从板块上 酿酒板块 今天是相对表现比较弱的 石油石化板块 今天继续形成一个上行 当然涨幅是比较弱的 煤炭是上涨0.71% 电力板块 整个的中字头 今天突破了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轮行情 你像公共交通今天大涨6.58%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通用机械 有没有创出近期的高点 没有对不对 还有像什么环保 那么哪些创出高点 我们自己看一下 首先工程机械创出了近期的高点 而且是什么 它是一个多头排列 而且还记得吗 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关注下有色类的 今天涨幅2.86 它在这一次下跌 有没有说连续跌破这个位置 并没有 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好 我们再看一下国际市场上 比如说镍啊 稻股啊 包括现在A50指数还上涨 铜啊 千星 还是在上涨 对不对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综合平里面 相对而言 比如说铁矿石啊 罗文刚啊 尤其今天 其实从板块上 钢铁板块 我们发现没有 它和中字头一样 也是突破了前期这个平台 发现没有 市场在这个阶段 就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刚才我们定义的是什么 一 目前没有形成增量 反而相比昨天 缩了287个亿 这是其二 今天的微盘股票 我定以为是一个什么 超跌反弹 对不对 以及我们看中字头 形成一个突破平台区 比如说钢铁板块 今天突破平台区 还有我们看到什么 石油石化板块也好 煤炭板块也好 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 当然今天现在下午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证券板块在今天下午 其实开始带动市场 有一定的上行 达到了2.10%的一个上涨 那它能不能影响市场 我认为不能 对吧 所以说目前的行情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今天仅仅是属于什么 超跌反弹 昨天跌的比较多了 那么今天反弹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要看看的是什么 四月份 一还是看经济数据 第二个财报 第三个要看一下 整个二元市场 现在有没有增量资金 就像在前期 我们多次强调过 从2635点连续反弹 一定要仔细关注一下 是什么 是国家队在叠加上高股息 一系列的政策力好 我们的预期特别好 那么现在有没有预期 对吧 包括在会议之前 对不对 有政策的预期 新制生产力 人工智能家等等的 这些都是核心点 那现在而言 我们看到全球市场 基本上都是以普跌为主 涨涨的仅仅是 我们所说的 有色黄金类的 形成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那现在而言 我们再等待市场说 再来一波 突破3100点 突破3200点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我再次强调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 高点是多少点呢 3071点 形成一个缩量 普涨的格局 它并不能延续 这个位置 高点至3090点 这个高点是3085点 好 今天是3071点 高点 不会突破3085点 那么后期 我认为还会有一个下跌 我们在今天的早评 其实也重点强调了什么 要看一下MAC的指标 如果关注MAC的指标的话 市场在这个位置 MAC的指标 应该形成的是什么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行 也就是快速下跌 跌破这个平台区 完成五浪三的一个主跌了 所以说吧 市场在这个位置 综合而言 3000点保卫战 今天是保住了 明天后天 能不能保住 我并不知道 但是这个位置 它不是底 底有几个信号 刚才我其实强调过 一有政策面 很明确的 大利好出现 这是其 其二 有一些资金面 对吧 像之前的 国家队的进场 第三个 我们所说 有持续的板框 一直涨 对吧 比如说高股息 在前期一直涨 目前有没有 并没有 对吧 仅仅是一些资源类的 有色类形成上涨 19行情 或者是28行情 所以说吧 明天整体行情 我仍然是看震荡